好 很多人現在就說根本是毒奶事件翻版嘛 現在吃得很不安心耶 廠商紛紛把產品給送驗 希望拿檢驗報告留住商機 於是全台現在檢驗室你知道嗎 整個大爆滿 每天檢驗的商品多達了六七百件 這一桌送檢的 又一箱飲料被推進實驗室 檢測人員在瓶子裡仔細採樣 這已經是今天的第三輪 甲醇 甲醇的用意是什麼 萃取 抽樣試管用超音波震盪十分鐘 充分融合甲醇和售測液體 過濾後再放進異象層心 質譜儀進行分析 初步比對曲線圖 就能確定是否還有可塑劑 看起來步驟簡單 卻讓實驗人員忙翻了 廠商他都會希望 我們馬上就給報告 但還蠻類似那次毒奶的案件 想要驗驗看有沒有塑化 塑化劑 廠商心急如焚 偏偏送驗商品已經堆到了櫃台後方 另一家實驗室大廳直接成為了諮詢室 包括台美已經加派人手到六十多人 檢驗數量平均一天一兩百件 SGS平均一天六七百件 商品多到得貼條碼拍照管理 即使是緊急件報告出爐也得兩到三天 他的測試結果他可以消費者可以直接點進來看報告 實驗室乾脆在自家網站建立安心專區 只要廠商同意檢測結果就能第一時間公布在網路上 比方說知名運動飲料上午十點二十七分報告出爐 各項可塑劑通通未檢出 到目前我們就持續的在收件 就算休假又泡湯了 檢驗人員悶著頭努力做 畢竟攸關健康安全 這每一秒都不能等 昨天新聞下居陳范馨宇 台北參報告